这位粉丝七级甲倒是有几件 但是存款怎么个事 才60万 而且一点变卖物都没了 即将破产 自己打都没劲 直接在自己俱乐部 点了个体验单 虽然说是保底儿251万 但应该能帮我赚个300万以上 老板你好 我是一号俱乐部小陈 我已经爆仓了 给你件七甲七包吧 七级娃娃是必给的 毕竟要装东西 甲无所谓 进游戏打一队 咱就有七甲了 我这把想整点活 拿了九颗雷 待会给敌人来个人工轰炸区 他说看到人了 让我先个后面躲一下 过去他旁边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看一下他的操作如何 倒三个了 最后一个很残 看得我手痒痒 我来 nice 想了个人头 脸上一个橙广 正准没去舔呢 他说还有人 让我等一下再去舔 还有人等一下再舔包 OK 让他先去打人 我要给这等会儿 毕竟听他的话有肉吃 他又连打三个 但是没灭堂 封了个烟让我舔包 就一个奇迹包 这个顶梁珠倒了 黑鹰七甲铁爪七包 还有卓越阿卡 这边还有一把卓越没靠 这一波可以 东西拿不下的可以让他帮我拿着 我只挑贵的拿 nice 来到辐射区就出一根劲 但是我怀疑这个打手是不是找演员啦 你也看看这主楼 箱子都被开了 但是东西都没拿 这啥情况 来到直接拿东西就行 箱子都不用开了 是不是遇到那种杀boss流啦 杀完boss就跑 东西都不要的 那他这把运气还挺好 辐射区没什么人 我的光子机 我去啊 他又开了一个光子机 这把暴力可以啊 摇完矿器已经632万啦 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 我都准备撤了 结果打手不愿意撤了 让我跟着他 我还纳闷呢 难道发现我是C啦 想帮我多打点啊 也不可能啊 我用他是粉丝的号 他不可能知道 原来是打机甲呀 哎呀我去 我都没注意 咋到脸上啦 这人头拿的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老板走 我带你开黑门去 我明白了 本来都要撤了 他不是去开出了一张黑卡 我们进了波打手 打完又上传截头 他们是不可能藏装备的 如果他黑卡直接给我啊 还不如带我多赚点 留个好印象 有人带我开黑门还不抢包 那我肯定也愿意啊 听说蓝海湾这个黑门比较肥 所以让他过来开这个啦 要是再戳个金笼 那就战犯啦 果然是想多了 就出一个光自己 他刚才给我装备 还有一张红卡 说红门太穷 就不开了 想偷懒 门都没有 直接让他带我过来了 这还行吧 一个红 一个粉 最起码比红卡贵 可惜这土耳玫绿门 包里还有一张裂卡 开不了了 不然打什么能气死 对吧 还不错 除了三个光子鸡 然后他把他身上的变麦窝都给我啦 我的固执现在已经969啦 估计这家伙是有抢包针 说干脆直接帮我凑个枕 说我下次点单可以指定他 所以就在船厂搜了起来 好消息 爆红啦 坏消息 太秒的 勘查情报 这家伙指定使得抢破针 我都说算了 不找了 他非要去找 结果找了一圈 啥也没找到 再次找不到了 整个传承都收完 我一般15分钟就找了 就最后一单 给个好评啊老板 宝底251万的单子 给我赚了887万 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还帮粉丝破级录了 老板开衣橱 还有三个七级包 都逼你 他说还有三个七级包没给我 算了 不要了 下期见 拜拜